参选人拼曝光 少不了要有大咖加持 但今日起像这样和正副总统 甚至高雄市长陈其迈等 选对会成员的合体文宣 通通都要禁止 所以我的SNOCKER都想好了 信赖 刚好上礼拜设计好 那前天开始挂 我还有20块喷好了还没挂 我算重灾户 几乎每天都在发这些文宣品 哇 我身上应该库存还有好几万份 真的成了重灾户 从扇子 名片到口罩 瓶装水等 各种文宣小物都能看见市长身影 如今通通发布出去 民警党中央一声令下 参选新人紧急应变 更改宣传策略 在市场在各方面的去曝光 所以也市长这边的话 我们不能再一起放的话 当然是多少会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就比较矩的在基层 还是在市场在入口 让民众来看到我们 鲜锈拼曝光 正下的另谋出路 额老将也难免受到波及 议员林志宏 还有五千多把扇子 一箱箱满满满 都只能暂时封在办公室 已经发了五千支 现在剩下五千支 要继续来发放 到底能不能继续发放 我们还能继续寻求 党中央的支持当中 毕竟选举资源非常有限 我们希望党中央可以往开一面 当中央的用心良苦 参选人都愿意配合 但毕竟选举资源有限 硬好的文宣迫不了光 多少让参选人感到无奈 这个民进党 昨天中常会这样子禁令一出 玉惠姐 我们看到了 这个蔡英文总统也是用心良苦 不过底下要选举的人 很多人说文宣品 扇子 看板 有的都硬好 碰好 这个到底该怎么办 昨天真的是一片哀鸿遍野 不过我在这边 其实也祝福所有的 这些女参选人 如果能够通过初选的话 这些都可以用 在大选的时候 初选过后再用 对 那就如同刚才 有一位女参选人他所说的 我想这个不是选举小物 当然选举小物绝对是有帮忙 那可以让选民更加的记忆 但是这个其实 我觉得还是跟选民来介绍自己 比如说站路口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方式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给你 参选人来作为参考 不过我觉得 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一种现象 因为这一次 其实刚才室文有提到说 这个民进党的初选好像很激烈 不是我们过去看过很多次的 这个民进党的初选 哇 更激烈的 各种层级更激烈的 刀刀剑骨的更多 这一次事实上 我想大家大概都可以同意 是从屏东开始 那大家觉得 在国家还在防疫的一个阶段 然后国际上面 又有这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国内的这个选举 应该给民众比较安心 这是为什么我想 蔡英文总统 会在昨天的这个 这个蔡英文主席 那他会在这个中常会当中 他会下达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觉得是从一个党 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 他不但是一个党的领导人 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他是做得好的 那当然因为这一次呢 这个民进党的基层 特别是议员 老实讲我觉得 除了民进党以外 包括说国民党 甚至于说其他的党 最近有两个 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敢跟张亚晴这个前辈 跟这个终于扣前辈来呛响 甚至于还可以侮辱这陈局的 这个也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 大家可以说新人辈出 大家都是头角真容 大家都想要争破头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你对于这块土地的用心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你换言之 你也可以想象 民进党选队会里面就九个人 那九个人呢 各地因地缘的关系 桃园的就用郑文燦 高雄的就用这个 陈其迈 这个台中新北台北的 可能可以用这林家龙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国民党呢 国民党是好友谊 抱歉我不加入 我这样求援兼裁判 黄敏慧抱歉我不加入 我求援兼裁判 然后这个台中的卢秀燕 抱歉我不加入求援兼裁判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两个党在气势上面 其实是差别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最近还有一个消息是 民进党从去年的 四个不同意 那在公投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民党 做对了一件事情 过去呢 民进党总觉得 公投这件事情 民众应该自己可以理解 执政党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好像觉得 这个比较休难一样 但是呢 后来发现在这个 四个不同意当中 执政党一定要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 你觉得对的事情 你当然要为你的政策去做辩护 那因为在短时间内 大量辩护的关系 也让民众完全一秒秒懂 可以了解到这个政策 它这个目的 跟对台湾未来的影响 进而不只是在公投 可以说得了个大胜利 后来也影响到罢免 跟这个补选 甚至于呢 在这一次民进党内的新人 各个觉得我都有希望 那对于年底的选举呢 我们现在看到在各地的 各地的诸侯 不只是这个基层的议员部分 各地的诸侯呢 也都觉得他们是有希望 那相对于你看到国民党 我刚刚讲了 他们的这所谓的选策会 是大家好 哇 避之唯恐不及 再不然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三朵花 本来呢 是在年底的选举 觉得可以豪整以辖 应该就是我了吧 宜兰的林姿庙 台中的卢秀燕跟这个云林的张立善 结果你看到现在 他们三位都卡到案子 那国民党只能够搬出80个律师 要来帮他们打官司 那帮他们打官司 其实还有很多话是说不清楚 因为这一些的案子 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司法的调查 那就是有证据 就让证据说话 那过去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些都必须要受到社会的检验 再更是 在这整个的检验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宜兰的林姿庙 你在面对这外界的质疑 你不肯讲清楚说明白 你只会诉求哀兵政策 或者是台中的卢秀燕 你只会觉得说 这个我现在提供给我们所有 亲我这个卢秀燕的名嘴 我给你所有的资料 但是这些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是两党 现在本质上的不一样 这个蓝绿的情势差很多 不过刚才我们看到新闻报道 很多人说民进党 昨天这个蔡英文主席这样一下令 底下哀哄片 也很多人说 很多东西都应好 大家都说是受灾户 不知道伟山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我这边还好 因为我的看板目前都没有跟 就是大人合挂 所以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灾情 那不过我刚刚看到高雄的候选人 已经在发扇子了 让我有点讶异 因为台北最近很冷嘛 都穿着羽绒衣 结果没想到南部已经在发扇子 但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蛮痛苦的 因为这扇子的成本也蛮贵的 大概都落在5块到10块之间 就看你的印制数是多少 不过我觉得也许可以发挥创意哦 比如说我把这个大人涂黑 上面写说猜猜我是谁 但是某个程度 它也是有一个就是可能引起大家联想的 这样的一个效益存在 不过确实就我也是觉得 党中央其实可以有一点给我们 存Q的空间啦 就是说确实有一些可能候选人 已经印制了这个文宣评或是看板 那老实说这个都是索费是不资的 那我们都希望候选人或者是 政策人物是清廉的 那大家都要想说这一笔经费 对他来说可能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第一次参选的新人 我当过新人 真的每一笔钱都非常的重要 也很辛苦 那也许可以用用什么方式 有一个弹性 那让大家不要说 这个文宣品印制之后 只能堆在仓库里或丢掉 那我觉得也是很浪费资源 我希望长官可以有一个 弹性调整的空间 那不过对于现任而言 其实跟这些知名的政策人物 核挂倒不是最绝对的 因为现任还是要以政绩 还有我们的问证表现 甚至大家民众对于 我们这几年来的观感 可能才会是投下这一票最重要的原因 那其实把自己做好 好好的去面对人民 面对基层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 慎选的根本之道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那明明呢 就是在初选会比较困难